看到了以上的例子 他們似乎都把成為小三的錯 完全怪在男人身上 但他們自己難道都沒有責任嗎 其實那時候 剛才我舉牌的時候蠻掙扎的 因為我有三單都是 有兩單是知情 有一單是不知情的 I told you 做第一排的 我們講過 經驗值 我們講過 算學姐 他看起來超清純的耶 超無害的 你今年幾歲 21 23段 對 沒關係 你可以誠實的 太值得聽了 剛才其實聽沛沛講 其實我蠻有同感 因為我不知情的那一任是 他當我是工具 我跟他認識是在一個工作場合認識 因為我家是經營工場的事業 因為我不是台灣人 所以那時候我在那種賭場裡面認識到他 那他是我家旗下一個公關的經理 然後我就認識到他 然後他就會哄我一直哄我說 欸我會買很多東西給你啊 或是什麼什麼之類 就會一直哄我 可是這裡有個特點就是 他每次哄我之前就是為了要我跟他一起去應酬 幫他認識他的老闆 因為你身份比較特殊 對 就讓我覺得我好像泛菊妹 就那種感覺就是 欸老闆你好你好 就是今天談什麼生意什麼生意之類的 可是後來我是看他手機我知道 因為他有時候好像女人越是就是 有好幾天都不會再陪我 就消失 對 他就一個月有好幾天都不會陪我 就消失掉 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難道你男人還是像我們女人一樣 就是不舒服嗎 然後後來又去查 然後去查 透過我一些知識關係去查 就知道他有個交往四年的女朋友 在外國 然後後來我就知道了 然後後來我就當然就 因為那時候就很小嘛 就是一定很生氣啊 就幾歲啊 十六 對 然後就很生氣了跟他去吵 我就說 你到底是不是有個女朋友 他說 他很狠地講了一句話 對啊 我是有女朋友 可是你不要奢望我 就是我可以給愛給你 你只是我一個應酬的工具 他講這種話 講這樣子 然後你聽完你不給他兩巴掌 你在醒了吧 應該 我那時候很小我不敢啦 就是 那時候當場就覺得 就是 你當我是工具 就是不要緊 可是 你不要那麼直接講出來 不要說出來 就是你不要說出來嘛 就是你安慰我一下也好 就是 你騙 就是女生那時候就想 就是想說 你騙我一下好不好 就是你想要求他騙你一下 就不要說 可是我覺得這個男人這樣子跟你講 讓你一次死心 這個男人算還好的了 對 我覺得是吧 所以你當時就 可是後來就是 滿心涼的一件事是 他工作上面 他遇到不好的事情 現在就沒有那麼順遂了 因為老闆是你爸爸啊 所以 沒有 沒有 我沒有報復他 就是他後來就是 自己 他後來工作不順利 你的心情有沒有好一點 有啊 非常爽 因為當時年紀小 嗯 16歲 這個情號他真的 而且 他是你的 嗯 初戀嗎 不是 哇那你很早熟 所以就 因為我家裡的人都比較成熟 好像我哥 我親哥哥跟我親姐姐都跟我相差18年了 哦 對所以 我從小就是一個成熟的家裡 家庭環境就是差不多 那已經不是初戀了 你怎麼會這麼的 這麼的迷惘呢 因為我對感情就一直會有那種憧憬 你知道嗎 就是欸我覺得愛情這樣東西是很美好的 所以你16歲認識他的時候 你就想到永恆這件事情了 有欸其實 嗯 對真的 天啊 還有少女心啊 對 那一直想往的愛情 我覺得我們今天做完這一集 會不會讓很多男人更知道怎麼把妹 耶 我覺得其實有一點是還滿受用的 有可能喔 賣肩膀 賣胸懷 賣安慰 對 賣永恆 永恆的夢 還要不要花錢 還要爸帶佩娜海 對 不可以帶跡象 然後那個架照要帶著 給人家打到 丟到他的那個包包裡 對 好酷 好酷 那後來呢 這是第一個 對第一個 然後後來剛才有一個 就是他說修成正果嘛 可是 我那一對情侶就是已經訂婚了 然後那個女生是我的好姐妹 就是應該 六七年的好姐妹了 你姐妹的男人你也好意思喔 然後呢 他那個男人是 就是 他外遺的對象就是我 然後 那時候我有男朋友 我認識她是因為我男朋友的關係 因為他們兩個就是 從小學到大學都是朋友 就是同一所學校的 所以我就通過我男朋友認識到這個男生 那一開始我知道她是 就是有女朋友 那後來我就混進去 你知道就混進去混熟了 我就跟她女朋友變成那種很好很好朋友 那有時候我跟她男朋友出去 可能喝酒或是什麼的 她女朋友就會跟我說 欸很好耶 你們兩個一起出去 你可以幫我看著你 看著我男朋友 好難過喔 後來就是我跟她男朋友在一起 就偷偷摸摸的 然後有一年就是 那個女生生日 她男朋友就跟我說 欸 你可不可以陪我去 就選一份生日禮物給她 我就去選了 那選了一個相簾 然後女生就帶起來 就是在我面前很開心 在炫耀的時候 因為那個男生呢 他很少會送生日禮物的 可是他送我 我就送很多 送他女朋友從來都沒有 是我叫他去買 然後才去買的 那個女生就很開心 就炫耀 我男朋友去買禮物給我 我還蠻貴的那個 可是我心裡OS是想 你當下那個心態是 愉快的嗎 還是什麼 當然不愉快 畢竟她是我好姐妹 就是有點愧疚 可是又有一點那種 勝利的感覺 對 勝利的感覺 對 可是後來就是 不是要訂婚了嗎 對啊 可是後來就是 直到我跟那個 我跟她在一起三年了 就是偷偷摸摸這樣 然後後來三年之後 有就是那個女生 就辦那個很大型的生日拍 然後我就去了 然後除了我 就是她外遺的對象 除了我之外 她就是當下 她女朋友在場喔 那個男生 帶著一個女生 進廁所 五分鐘之後出來 剛好就是 我那個好姐妹看到了 就當然大哭啊 當場 然後那個男生竟然還說 我跟她真的沒有什麼 我跟她什麼事情都沒有幹過 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你沒有這個時候走出來說 我有 何方啦 我有 這個機會還蠻好的 就是她拖著那個女生出來 當著那個女生的面說 我真的什麼都沒有幹過 連親嘴都沒有喔 然後我就嗆了她一句說 所以要幹了什麼 才要做 就才算幹了什麼嗎 然後她說 真的你相信我 我真的沒有做什麼 那個女生還相信她喔 到現在還想要跟她訂婚喔 我就還想要跟她說 你知道你男朋友 你為什麼不講呢 你到底是 現在跟這個人還有在一起嗎 怎麼可以講 就是我好姐妹 友誼就沒了啊 那你現在還有 跟這個男朋友在一起嗎 沒有沒有現在是好朋友了 可是她現在還在偷吃 那你怎麼跟她斷掉的 我那時候是覺得 我對不起我自己好姐妹 就是我後來就是長大 又準備要讀大學 我覺得這種關係 不應該再繼續了 那我覺得愛情跟友誼 我還是選擇友誼這一邊 但是93年的時間是必行對不對 對 你原來的男朋友呢 怎麼看待你的 他就覺得 嗯 好兄弟嘛 女人就 他知道嗎 他知道 他無所謂 他選擇友誼 他也選擇友誼 他選擇友誼 那他也沒去戳破你們 沒有沒有 他還跟我們一起聊得很開心 就是那個男生說 欸 偷吃什麼對象 然後跟他聊得超開心的 欸欸欸欸欸 你現在講的是香港還是澳門啊 澳門 哇 我覺得去澳門還不錯 好害怕喔 好害怕喔 我們要 你是要不會這樣子 小鼻子小眼睛 對 術服比較少 然後後來我們就是這一群 我們這一群朋友的關係 蠻就是蠻好笑 就是 那男生曾經是我男朋友 我當過他的小 就是他的小三 有樹狀土就對了 然後他們兩個男生是好兄弟 我跟那個女生是好姐妹 然後他可以這樣 我覺得這種情況喔 在香港是很容易發生的 香港我們看很多女明星 今天跟這個 然後他下台了以後換另外一個 然後他們還是 而且他們越換行情越好 越好 真的往上爬的 可是在台灣的話 一般的男人就比較不喜歡 穿人家穿過的舊鞋 沒有 他們的認為是 哇 這是誰追過的 我如果能夠追到他 這是一個很低 他們真的是這樣想的 對 那台灣 台灣就比較 比較狹隘一點 對 台灣就是 你穿過的舊鞋 為什麼輪我穿 我要穿新鞋 欸 人家就起來不願意讓你穿欸 你寫我就寫 完全腳臭 對 對不對 可是你可以跟你好姐妹的朋友 在一起三年 那他那天那個 帶那女生從廁所出來的那一幕 是不是也讓你能夠 斬斷這段感情 一個很關鍵 那時候已經分了 那時候已經分了 為什麼可以分 可能我習慣了 就是後來做朋友 他就一直這樣換 一直這樣換 所以我就習慣 我覺得沒什麼 那你的身體對男友 正牌男友 還是對好朋友的男朋友 比較有感覺 對 這是好 就是我男朋友的好朋友 就是那個男朋友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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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 美人姐又突破盲點 不是 說實在的 我們吃飯的時候 自己拿的菜 永遠覺得說 人家那一碗比我好吃 比較好吃 對不對 還是有一種肉體的依戀 搞不好那一盤 真的比較好吃 對 剛剛是真的 我一脫的啊 對 比較好吃 他就是好吃 他不是在不在你碗裡 對 好 那這個 米兒呢 你的故事 呃 我本身是有三段 可是我 來少年牧子前 我只講到兩段 因為 男朋友應該做第一排的 對對對 因為我不知道說 特別的人也可以講出來 蛤 是不是有一個特別的人 有一個特別的人 喔 就我們圈內的人是不是 是 演戲唱歌的 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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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的還是國語的 是演台語的吧 是演台語的吧 喔 很多不出名的 有雙聲台 他算是二線演員 二線 二線演員 那就比較難知道了 這麼定喔 他到現在還在演 你是想講還是不想講他 我不用講啊 分手了沒 分手了沒 現在變成紅粉之急 青山之礁吧 他還是會想要找我 可是我就 已經是淡了 對 所以我跟他淡掉了 那怎麼開始的 我們是一起拍戲 然後就是 我也是有幫演員化妝 然後就是 因為我幫他化妝 然後可能就是 比較親近嘛 然後就覺得說 我那個化妝的態度 蠻認真的 然後就因此然後 有變流 化妝真的很親耶 化妝很親密 對對對 他一直看著我 然後眼睛又會對到 發電 對 而且我真的身上有發電 你說有電是什麼意思 就你身體裡面有感覺 有觸電 還是那時候 天氣太乾 第一次化他就自電了 對啊 就有電 電就麻麻的那種感覺 然後呢 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然後我就問他 他說 可能是因為在那個 也有演戲嘛 進電視台這些有沒有 可能有那個磁場比較大 他就跟我講 你怎麼跟他講這個 那是時候比較 我們有 親密的時候 就是我們有坦白 就是要在一起之後 才有去這樣講 哇賽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時候 我就有被電到的感覺 呃 對 可是 你怎麼跟他形容那種感覺 就是 蘇芙麻麻 哇 再這樣講加分 真的 對 第一次看到你就蘇芙麻 你覺得這個 沒有那時候我想說 是時候我在 很大 暗示 暗示 我問到他說 他是也有那種感覺 可是說 不只有我對他有那個感覺 嗯 那後來決定在一起 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年輕人 對自己的感覺 這麼敏感 對啊 我們長到四十幾歲 都沒有蘇芙麻過了 很少走在路上 會覺得應該有電到的感覺 有蘇芙麻的感覺 是什麼時候 三十年前 你是說是真的被電到的時候 不是看到原來 二十年前 可是我覺得我當初在談戀愛 遇到我老公的時候 撒大街我就覺得 哇 是我的菜我喜歡 可是我也沒有那種 電到蘇芙麻的感覺耶 所以那個感覺是多麼強烈 對 那個時候他已經有 他已經有女朋友了嗎 你那個蘇芙麻的時候 我原本是不知道 不知情 嗯 對 然後後面才知道 然後有跟剛剛那個 秀書長的一樣 我們在隔壁一間 然後他跟他女朋友睡在一起 然後我在隔壁 為什麼這場景 到底怎麼那麼容易發生啊 對啊 是他在拍戲 你有去看班的 對 那個女的他原本是跟我說 是他服裝那個助理 會陪她去 結果 因為我們在外面拍戲 就是可能就是住一個 Hotel 然後就是一層 然後演員跟這個 工作人員都會在一起 他等於說 突然覺得我落伍了 現在年輕人就這樣 那男生幹嘛 他們還費力氣解釋呢 你不用解釋啊 真的 他也會乖乖地睡在另外一間啊 天啊 對啊 那他半夜來找你嗎 他就跟我說 我可能會夢遊 就很明顯 真的是個演員 衛鋒 有 我們今天這樣結束 也搬個出來耶 而且他買單喔 那果然 果然半夜有夢過來嗎 有 他有找 就是出去 就是我們沒有睡在一起 因為我旁邊還有別的那個靈眼在 對 但他房間的話 就是他的那個女朋友在嘛 那我一想說奇怪 那女生要不要跟我一起睡啊 是他助理 為什麼要睡在一起 然後後來才聽 那個時候你還不知道他是愛的 我其實那時候還不知道 是當天之後我才了解狀況 因為導演跟我說 其實他們兩個早就在一起 而且他小孩 有小孩 對 可是那小孩 那個演員說不是他的 是那女孩子去騙他的 然後他才去幫他養這兩個小孩子 天啊 哇塞 你這些你都信 在檢驗DNA 就知道是不是自己親生了 怎麼這種白色的話你也相信喔 對啊 小孩睡了隔壁 重點是他說那個 他知道後面知道他被騙 所以他還跟那個女生要分手 他是騙你 他被騙 所以他後來跟那個女生分手 然後跟你在一起 還是有跟那個女生聯絡 因為有小孩子關係 所以一直三人形就對了 後面就變得就是 有點三人形 後面 所以你其實李智也覺得說 不應該待在這個關係裡面了 對 但是那個蘇麻的感覺 讓你離不開對不對 那熱戀吧 那熱戀吧